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讲北京应该要保证对台不用武 不动武 他说北京才是挑衅的那一方 其实应该是北京要给我们承诺 保证我们不对台用武才是 可是这不是掉入你们民进党的逻辑吗 民进党你们不是不相信习近平吗 你现在就算北京给你保证你就相信了吗 还有之前不是习近平说没有2027这件事情 然后蔡英文也拿出来说习近平都说没有 赖清德说习近平都说没有 然后后来当马英九说要相信习近平的时候 你们又要跳起来说跳脚 就说怎么可以相信习近平呢 自己非常非常的矛盾 你看赖清德之前不是讲说习近平不能信 请选择信赖台湾 所以你们自己一会儿要北京给承诺 一会儿又说不能相信人家 然后一下子又说你要给我保证 你跟美国讲的讲法 我们也相信说应该不会对我们动武 所以民进党自己是不是先把自己的矛盾 给理清楚之后再来出征别人呢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湖姓士官 现在在大陆滞留了三个多月 陆委会又跳出来讲说 这个责任不在我们哪 这个是多管道沟通都没有获得回应 希望对岸尽快的把这个湖姓士官送回台湾 但是我们自己该做的有做吗 我们现在两位在这个金门海域的 两位的这个就是罹难的这个渔民的大体 我们也没有把人家送回家 所以陈云正说讲说 其实路方的癥结点就是 0214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事件 还卡在这个渔船翻覆的事件 撞船事件 你们不处理 然后却要说胡姓士官赶快回家 这标准又是一个双标 那再来我们看看今天国台办 此时此刻可能现在正在宣布一个新的 这个大事情 记者会正在进行当中 联合专题记者会 突然的宣布说要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在20号的时候突然发布公告 说今天相关部门会举行这样的一个发布会 内容是跟相关部门有关 保密到家 非常的罕见 就是单独召开记者会是在前一天公告 原则上面通常都是一些例行性的记者会 上一回这样非例行性的记者会召开的时候 其实就是禁凤梨的事件 那这一次不知道又会是什么了 所以大家可能也要密切的注意 是不是又有一些新的什么样的禁令 又要发布出来 那另外 中非的南海冲突 我们也来看看画面 就是菲律宾的军方公布出来画面 就说中国大陆的海警 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行为 是一个赤裸裸的侵略 他们昨天才公布影片 那他们说 大陆海警你们拿着斧头刀廊头 这些武器进行攻击 在对峙过程当中 导致菲律宾的海军因此而重伤断职 这样子根本就是侵略 甚至还说这是一个海盗行为 所以菲律宾现在很生气 就是一直在指控中方这个行为 可是中方就说 这是我是依法来执行 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公布 我这样新的法令 只要进入到我认定的海域 我就可以合理合法的来进行相关的 这样子的一些执法动作 那我们看看 这个影片当中显示出来 大陆一名的海警持棍棒 然后这个冲击了 这个菲律宾的冲气艇 另外一个人则是用刀 这个戳刺了这个冲气艇 林健这个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这个飞方是在颠倒黑白 倒打一把 飞方不顾中方的劝阻 执意要清闯大陆的南沙群岛仁爱交 才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 那菲律宾的军方说 尽管遭到挑衅 可是我们菲律宾仍然 展现极大的克制 坚持专业精神 并且遵守正确行为 还感谢说日本的自卫队 统合幕僚长跟菲律宾站在一起 那事实上 根据美菲的联防条约 如果已经是军方对军方的话 那其实美国应该要有一些军事行动 来支持菲律宾 但是没看到 没有看到美国这次有任何的行动 所以美菲的联防条约 是不是形同虚设呢 过去我们知道 这个白宫有讲 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必须要先打败俄罗斯 让乌克兰的网友很生气 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是说 你要先获胜 我们才支持你 所以以同样的逻辑套用在菲律宾 是不是也要求菲律宾 如果你想要美国帮忙的话 柯比会不会讲说 菲律宾必须先打败中国大陆 我们才会支持你 如果依照这样子的话 恐怕菲律宾真的要哭哭了 就是想象中的联防条约 好像跟他们意识到的不太相同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也要警觉一下 就是我们的美台关系坚弱排斥 台美关系坚弱排斥 会不会也是同样一个逻辑 你先打败了 我们再来支持你呢 那再来对于美国来说 台湾会不会根本上就只是个筹码 日本的媒体讲说 这个日本的时报 他们分析人士警告说 像这些撞击船只 修建军事岛屿 威胁所称这种什么非法入侵者 中国大陆正在升级 跟菲律宾的对抗 也试图把菲律宾赶出南海争议海域 并且碰撞事件也凸显出来 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切香肠策略吗 日本跟纽西兰 现在也很担心南海的情势紧张 现在他们就是见面的时候 卢克森跟岸田碰面 他们就发表联合声明 讲说现在南海紧张情势 表达了一些担忧 也重申台海稳定的一个重要性 呼吁说必须要和平解决 两岸的问题不要真的走向 刀剑相向 我们再来看到美方的情报讲说 北京对于拜登川普 没有明显的偏好 川普可能是把台湾 视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是外媒引述 美国的情报单位讲说 其实中国大陆领导人 对于今年两个候选人 川普也好拜登也好 都差不多半斤八粮 美国情报单位得到的讯息是讲说 其实北京认为不论是他们两个 谁赢得大选 其实差不多对中国而言 没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亮哥怎么看两岸的恶意螺旋 因为待会就要开记者会了 一般如果是礼拜五开记者会 一般预期都不是好新闻 就是把坏新闻在礼拜五下午做宣布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去消化 然后礼拜一做回应 所以通常都不是什么好新闻 好新闻礼拜一就告诉你了 那你当天就可以回应或礼拜二 所以我现在也不好乱猜 因为问了一些朋友 他们也不好说 不好说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现场最新画面 正在召开记者会 还没有具体的内容 可能等一下又有爆炸性的内容 那菲律宾这个事情我认为 就是海警三号令 中国大陆无论如何 一定要向国际社会表示 它是完真的 不然它在 不管是南海或者那是哪里 它这个海警法2021年就通过了 那一直到现在才定出那个 强制性的行政程序 所以它一定要落实 不然我认为很难交代的 可是它也有自我节制 比如说它派的是海警船 所以不是军方 其实我比较意外的是 菲律宾是派军方 而且是突击队 那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 这个几乎是等于 菲律宾的海豹部队 结果被人家海警船给缴械 这实在是有点难以理解 我猜是中国大陆应该是用 那个海警船的优势 把那个船包围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开火的状况 事实上没有开火 双方都没有开火 可是海警船船上是有武装的 所以他们大概是被包围 然后他们就不动 结果那个就有人登船要去缴械 缴械你总不能赤手空拳上去 结果就拿了一个斧头 我不知道他要砍断什么东西 后面的镜头我们就都没有看到 不过他就是被缴械了 现在菲律宾正在跟大陆 要回那八支枪 基本上那个船相接的时候 就有点碰撞 就有一个人的手指被撞断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预期中 必然会有一番的国际舆论战 包括菲律宾 包括日本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荷兰 都发了声明来谴责这个行为 可是谴责之后 比如说美国 照理讲菲律宾受创的是军方人员 可是他们看美国军舰不见了 没看到 我觉得中国大陆用海警船 就是留一个余地 没有闹出开火的事件 所以美国在这个情况下 要介入也相当难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巧妙的局 那接下来就轮到菲律宾自己判断 你要升温吗 要进一步用更强的海上的武力 来做进攻吗 菲律宾会吗 我认为不太会 我认为 我认为大概是 目前你也看到菲律宾内部有不同意见 那个萨拉 现在也表示要退出 小马可斯的内阁 所以他现在是内外交迫 好 来请教立将军 这次大家说是南海冲突 我倒把它看成中非南海战役 海战 为什么我讲是海战 这是标标准准的一次海战 第一个我们先从菲律宾角度来看 这次做这个计划的是 菲律宾的西部战区司令 他所做的计划 那一个军方所做的当然是海战 第二个他派出来的人员就是 海报处击队 就是他的特战 海军的特战部队 他用的全部都是军人 也用的是海军的战术 所以说这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 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用的也是虽然说是海警 但我们都知道海警 本身就是第二个海军 当然我们现在镜头所拍到 就是在增值冲突的这个角度 这个方向 可是大家要注意到 后面有什么东西 之所以没有开火 因为双方来讲的话 中方在后面有大家伙 在后面来 所以菲律宾才不敢动火 动火的话他就全灭了 为什么后面有哪些 第一个他有三艘的055大区 在那个地方 然后有这个075有07 等各型大型的军舰 其实我特别要强调 为什么用一个战争的手段 用一场海战手段来看 解放军他的作战的示威理则 就是我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假如我要打的话 一定用狮子薄吐的这种激烈的手段 用100%的优势兵力把你押过去 这次的战法来讲的话 很明显叫什么 叫关门打狗 为什么我特别讲关门打狗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这个解放军055大区 他摆在什么地方 摆在巴拉巴克海峡 巴拉巴克海峡就是输入海 这个要进入南海 这条海峡 我们要知道 这条海峡重要性是怎样 我们以往台湾很少去注意 我们都认为说是美国的航空母舰 都从巴士海峡进去 他经常走巴士海峡 或者是他从南边来讲 他就走这个巴拉巴克海峡进去 正式来讲的话 很明显055大区就堵在这边 用一条112具垂发的驱逐舰 挡在这个地方 不让你美国的航空母舰 或者其他军舰来支援 后面来讲有登陆作战的071 075 另外还有两艘的大区 所以说美军的航空母舰 也看到这种正式摆出来 他也知道进来的话 可能会遭遇更大的这种军事冲突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菲律印他当然不敢开火 后面有那么多艘军舰在这个地方 万一真的开箱动火 有一个人死伤来讲的话 他就被团灭了 所以这场戏特别演给谁看 我就会演给我们台湾看 所以蔡英文跟赖清德 这个不是蔡英文的 现在是赖清德跟顾立雄 你们要特别注意看这场戏 解放军不动手则疑 一动手他利用百分之百 U字的兵力把他压着打 所以当我不晓得说这场冲突 以前在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长曾经跟董军 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有紧急状况的话 你打电话给我 我会接 如果说同样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希望你也会接电话 今天发生这场状况 我不晓得奥斯汀 有没有打电话给董军 双方做一个协调 因为这非常容易插香走我 后续来讲 是不是双方有经过打电话 然后董军接了电话 然后告诉奥斯汀说 我一定百分之百动手 美军来讲奥斯汀就说 那我们航空母船离开 他不管是现在最新到 东亚地区来的罗斯福号 或者是雷根号 就离开这个区域 离开这个争议的位置 后续再来看双方来讲 怎么样用一个外交方式来解决 但总而言之 我认为这场冲突 大家把它定位冲突 但是因为我是军人 我就把它定位成一场海战 也就是说617中非 人海交海战 我觉得更适当 因为双方来讲 不管是第一海军或第二海军 那菲律宾也很明显看得出来 他们这种不管是战术的策划安排 因为是军区所做的作战战术 用了6艘的这种突击艇过去 那军方自己高级司令部 所做的战术也动用了军队 居然到最后是被缴械的情况而回 这个等于全军覆没了 那我们也看出来 从这点也看出来 菲律宾的战力到底 有几分的战力 那当然也值得我们台湾去思考 如果说是我们台湾 跟解放军的海警或者发生冲突 是不是也会面临这种情形 好 请教严老师 我想第一个我回应一下 这个萧美琴的谈话 就是大陆为什么会说 不排除对台湾用军事用武 就是因为还有台独 因为假使大陆说 我只有和平统一 或者说我不会对台湾用武 那台湾很可能就说 你既然不会用武 那我们就宣布台独 那同样就是说 对美国来讲就说 因为不知道大陆会不会用武 所以他保持一个弹性 希望能够就是说 维持两岸的现状 那当时美国这个很出名 哈佛大学学者 这个Joseph Nye 曾经提议过 他说干脆双方 加上美国三方同时宣布 美国不介入 大陆不用武 台湾不台独 就这样子的情况 有可能就说我们宣布没有台独了 那大陆就没有 就是可以说就不要把 就把武力这个选项拿掉 但是如果我们台湾每次都说 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我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不能放弃这一个选项 那大陆就说你不放弃这个选项 那当然我也不放弃 我武力统一的选项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结 那当然就是你不能说 完全既望于习近平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 现在过去蔡英文八年 然后加上赖靖德选前 跟这个都有强调说维持现状 如果是维持现状 说老实话 我相信也不会碰到武力的问题 那我自己倒是对这一次 菲律宾这个冲突 我自己觉得这是台湾 很大的一个警讯 就是说刚才亮哥也讲了 大陆是用海警船 你是用军队 未来我们台湾是不是也会面临 同样是大陆用海警船的优势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在很多不同节目也强调 我特别在台湾 国防第一线是管碧林 因为我们以后都要靠它的 海巡署的船只跟大陆对抗 因为大陆就找到一个灰色地带 就是等于是我 今天不是人民解放军 我今天根本就是海警船 这个是一个不算是正式的军队 那就没有所谓武装的这个状况 可是我们也看到菲律宾这一次 你是军人被攻击 你还不是海警 当时之前我们看到美国还承诺说 即使是海警被攻击 美国都要介入的 结果你现在是海军被攻击了 你结果反而美国在那边没讲话 虽然这个新闻是上了CNN的头条 但是我看美国的反应 好像也不是那么强烈 真的难道就是说希望 菲律宾要自己来处理 就像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如果今天能够打赢俄罗斯 他就不必加入北约 他自己可以打赢 还需要加入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答案 真的是这样 美国对台湾说打赢中国 就可以加入联合国 那还得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觉得军人被打 你又没什么好哭的 你如果说老百姓被打 你可以去告洋壮 但军人来讲本来就是作战 你断一只手指头有什么好叫 你命丢掉都应该的 军人打仗就是为国牺牲奉献 哪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如此 所以菲律宾这种 断一只手指头在那边哭哭叫叫的 我觉得很丢脸 更丢脸 你居然一点战斗意志都没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